当地时间4月5日,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抵达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 综合塔斯社、核心社等俄媒当地时间6日报道,当晚会谈在一个轻松幽默的氛围下开始, 卢卡申科称普京是一个疲惫的总统,普京则调侃道,到月底就能解工资了,钱还是要赚的,逗得卢卡申科哈哈大叫。 俄媒报道称,在与卢卡申科会面前,普京当天参加了新任外国诸葛大使递交国书仪式和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会议。 据白俄罗斯总统官方社交媒体频道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5日, 卢卡申科抵达莫斯科开始为期两天的工作访问,与普京举行会谈,讨论发展高科技产业, 推动进口替代,深化双边合作等议题,并就国际局势和安全问题交换意见。 双方会谈于当晚20点进行,俄媒称正式会议与计划晚期时候开始, 卢卡申科向报道此事会谈的记者表示,这场晚间会晤不会持续太久。 会谈开始时,卢卡申科与普京握手拥抱,随后抱怨起克里姆林宫工作人员, 把普京的工作制程安排得过于繁重。 我说,疲惫的总统,你们在看什么? 俄罗斯news.ru网站报道称,在会见卢卡申科之前, 普京当天先是出席了17位新任外国驻俄大使外交国书的递交仪式, 并向他们发表讲话,此后又通过视频连接召开了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会议。 普京朝卢卡申科摆摆手开起了玩笑, 没事,还可以再工作一会儿,到月底就能结工资了,钱还是要赚的。 一席幽默发言斗的卢卡申科开怀大笑,打工人打工魂,总统也无例外。 俄明提到在会议结束时,卢卡申科又扣题了, 他预告第二天双方将举行俄白联盟国家最高国务委员会会议, 总结目前双方已有的合作成果, 我们肯定已经完成了所付工资的工作内容。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在公开部分的会谈内容中, 普京指出, 隔白在国际舞台上的成功合作, 尤其是安全与经济等方面。 他表示, 据俄方统计, 两国贸易额一年时间内增长了12%, 卢卡申科也指出, 28个加深经济一体化的联盟项目几乎完成了80%, 他还表示, 虽然受到西方制裁, 但白格罗斯与格罗斯经济不会垮, 两国有能力解决难题。 卢卡申科强调, 他相信格罗斯和白格罗斯 能够承受住来自西方的压力, 我们会渡过难关的, 让那些希望提议或预测我们会崩溃的人看到, 我们什么崩溃都没有发生, 这并不容易, 但我们会挺过去的。 卢卡申科还提起, 大约一年前, 他与普京在办公室里讨论了, 微电子进口替代的问题, 事实证明, 这也是一个合作的机会, 导弹飞来飞去, 军事装备在这里和这里移动, 所以我们会克服一切, 但这需要一点时间。 据报道, 6日, 两国总统将出席 合白联盟国家最高国务委员会会议, 重点讨论2021到2023年, 建立合白联盟国家条约 基本方向的落实情况, 并研究制定联盟国家安全构想。 再分享一些热烈的条件事, 我们要做了一个一件事啊, 我们要做这个垃圾 之后, 我们要做个垃圾, 感谢观看